歡迎收看健康友邦 我是雅芳 我是孝欣 好 請所有觀眾朋友 和我們一起來動一動大健康 這樣做 走一走 甩甩手 彎彎腰 轉轉頭 健康口訣要牢記 好 首先歡迎一見來賓 是我們全民健康運動推手 我們要歡迎是體育署長何卓飛 主長 大家好 運動九九 健康九九 我是體育署長何卓飛 何卓飛 謝謝主長 有特兒啦 接著歡迎是我們的田徑教練同學 也是我們台灣大學的副教授 蔡秀樺老師 大家好 運動是幸福的全員 勇氣健康的保證 我是台灣大學蔡秀樺 好 邁老師 老師記得帶著飛機 先生 下面呢 我們先邁個關子 待會兒告訴大家 跟每一個人都很有關係 好 謝謝老師 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 我們很美麗的高爾夫球 教練楊之華 師傅好 大家好 讓妳不要瘦身 彈力神就夠 好 讓我們的師傅 好 師傅 你的一半最少也有一點 抱歉 抱歉 但是他 他是我們的高爾夫球 非常年輕又專業教練 好 時間不要給我們下去囉 OK 各位觀眾朋友 還有來賓我們 先站起來趕快動一動 今天要三招有氧運動 讓你每天30分鐘預防三高 那以觀眾朋友的角度 我們右腳打開 左腳並攏 左腳開 並攏 然後加上手 對 向外推 好 開始加快 右 左 第一招很簡單的踏並步 那保持你的膝蓋保持彈性 胸口打開來 OK 第一招踏並 OK 第二招踏勾腳 向前推 雙手向前 那如果你的腳都還搞不清楚 你不要降手了好不好 趕快腳跟上來 先腳跟上來是不是 好 踏勾... 然後勾的時候吐氣 吐... 肚子收起來 肚子有收起來嗎 有 好 第三招我們踏台膝 向前抬 小心... 踏台... 然後背打直 不要讓你的屁股向後座 背打直 2 手拉進來 2 可以嗎 學會了嗎 黃金三招 基礎有氧三招 那我們加快速度了 一定要會喘一下 踏臂 2 3 4 5 6 7 踏勾腳 推... 勾腳 6 7 會喘嗎 踏台 對... 我會 只有我會喘而已 鬥座家當... 會喘是好的嗎 好事嗎 對 就是稍微微喘 你就達到你的運動效果 然後每天這三招 每次30分鐘 就提升你的心肺 OK 最後兩個 吐氣 吐氣好 放鬆 OK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今天下面請回座三招 是我們今天的來賓之一 組長 不好意思 我們這裡 場地看誰 所以大家動起來好像 有一點稍微喉喉喉喉 但是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跟大家講 其實全民的運動健康 都是我們組長在幫大家打關的 好 所以我們進入今天大講之前 先跟大家再做一下報告 也就觀眾朋友您在收看 我們節目的同時 別忘了透過我們的手機 可以上我們三天新聞網站 那麼手機走到哪裡 都可以在我們同一時間 同步來收看 特別是我要再次分享 是我們住在美西的觀眾朋友 就寫這個私訊給雅方說 好開心喔 在那邊看到我們節目 也請大家多多的 跟我們說我們團結 好 來 來到這個健康大講堂 鼠掌 不好意思 頭部我的導播說 叫我不要跳得太激烈 對 我這樣子 這樣太喘 喘氣 接不下去 頭部的孝心狗這樣是對 那這樣不對嗎 還是說代表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 我的體適能 可能不是很好 好 所以要請我們所長跟大家分享 好 健康大講堂 首先我們就要跟大家來關心 是我們講體力就是國力 那麼這個國家的國民 如果大家都健康 相信我們是國家一定富強 有請我們所長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講到體適能 歐美國家已經推廣多年 但是署長幫你請問一下 我們這樣做一個主題 我問很多朋友 你知道什麼體適能嗎 體適能太多人 還想到國小時候 我們做仰臥起座 或跳繩 因為這都是科技 這算不算也是體適能了 是嗎 其實它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實我們講體適能 很清楚 體就是身體 適就是適應 能環境和生活的能力 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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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環境的能力 對 所以你身體如果要用 要好 這個體適能就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也適應這個場子 有什麼 我這樣 小心做一個 我都啪啪喘 你都不會喘 厲害喔 這個是心肺能力也有關係 你的心跳的速度 這個我想我們剛才教練 對… 讓你做這些動作 你動作大一點 心臟跳動就會越快 對 可以達到130下 那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講333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講這個身體體適能 適應環境變化很重要 我們有幾個部分 對 就是肌力 肌力 肌耐力 肌耐力 心肺能力 柔軟度 軟Q軟Q的 對… 還有這個身體的素質 質量 是 所以這四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就是說 怎樣讓你在這四個方面 都能夠做到最好 所以除了如果簡單的分 是不是就是兩大類 這是健康方面的 這是競技體適能 這是我們比較適合說 我們可能去一些這種 比較…就是上去上… 激烈性的競技 上去健身中心的 對… 一般是這個 一般的 我們一般人 一般民眾 就是健康 健康體適 身體嘛對不對 然後心肺耐力 柔軟Q 對… 肌力跟肌耐力 對… 我們對女性朋友特別重要 因為我們怕鼓鬆鼓鬆 有時候肌肉必須要撐住它 而且沒有這個 可能中年…中老年以後 你有肌頭肌鬆的問題 這樣說對不對 對… 其實都是有關 喔… 是… 我們講說 你肌力很好的話 對… 你就比較不容易受傷 你有力 對… 柔軟度好的時候 你比較輕… 換掉… 對… 這很重要 對… 這個就是說你看你這些 是不是有平常有去做 我們最常講的說 三…三… 對… 就是說你應該每個禮拜 至少要運動三次 對… 每次要超過30分鐘 心跳要達到130下 當然這個運動的方面 我們講體適能 剛才從這四個方面 對… 有不同的做法 對… 讓我們民眾能夠達到 我們就有這個 健康體適能的一個手冊 對…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 不過… 前… 前不久我們還跟大家 就是做一集叫做 嘿… 椅子也會殺人 一定覺得 嘿… 怎麼這麼恐怖 鵬子也會殺人 不是說 你每天坐鵬子的時候 太久 包括現在我們在看 我們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坐鵬子 沒錯… 所以今天不一樣 動起來 尤其現在都3C產品太多了 對… 那些年輕人都看電視 看手機 對… 螢幕眼 一直在那裡 持續都沒動的話 哇… 你這個到時候 身體的機能 就會受到影響 對…所以今天大家 一定要動起來 我剛才向署長報告說 我們88到99 好像有一點關係 有 我們健康財富發發 那署長是99 運動99 健康就會99 所以說 我們其實有做一些 調查研究 那… 在我們這個裡頭 對… 就說如果說 你每天運動15分鐘 每天運動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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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壽命 可以… 和不運動的人 在這裡… 可以延長3年 哇… 對…3年 癌症死亡風險 降低10% 這很重要 對… 心血管疾病 降低20% 對… 中風死亡風險 降低12% 這是我們國內的教授 所做的一個研究 對… 國外一樣 在健康大學的研究裡頭 也是一樣 他說每天運動20分鐘 是 就可以讓死亡率 降低16%到30% 對… 其實在歐美 他們就特別有講說 如果有常常運動的話 減少臥病在床率 你說你躺在醫院的部分 對… 那時間會越少 對… 你健康越好 這樣健保也比較不了解 對… 對… 這是環環相扣 特別就是說 這個運動最好就從 我們現在小朋友都要培養起來 對… 一定要養成規律運動 但是你現在加入也不嫌晚 當然不嫌晚 這邊其實我要特別跟大家分享 好… 署長麻煩 我們那兩本冊子很重要 對… 來報告一下 這個是像我屁撲串 屁撲串是不是 我心肺功能比較不好 但是我是怎麼不好 這邊先去幫我測試這樣 你就知道說 你適合做哪一種運用 等一下我們的教練還有老師 都會詳細跟大家做剖析 不過署長這內容 對… 我們基本上教育部體育署 為了各個族群 我們都邊有這個 體勢能的健身保典 對… 所以這個是一般人的 我們型男帥女 這個一般人體勢能健身保典 這樣很差別的 你把這個設計 叫做型男靓女大作戰 體勢能健身保典 我看到頭頭 乍看就是孝心的 不是 也是帥哥… 對… 這是型男靓女 現在對少班族很重要 對… 這個是引髮族的 對… 所以這個像我也快步入引髮族了 看不出來 基本上我們除了這引髮族之外 對… 我們今年還編了兩套 一套是針對婦女的 對 很重要 一套是針對職工的 所以是我們老師這邊 就有魅力女性了 對… 還正在這 我們秀阿老師 你幫我教三個 沒有…還在秀電中 老師也說 我們女性怎麼樣再增加 不要你透過運動 這些都可以 是… 好 這幾個測子 大家是可以上我們叫I 就是英文那個I I運動的平台 或者是說到各個 我們那個國民運動中心器 是… 你就跟他說 都有老師在那邊 對不對 有健康指導運動健康指導員 是… 先幫我們測試一下 對 然後就知道說 你大概適合什麼樣的運動 所以我們民眾 我建議先來做測試 要錢嗎 不用 這很重要 不用錢 測試完之後 我們的這些體事能健康指導員 運動指導員 他會針對你檢測之後的身體狀況 然後開一個所謂的運動處方 讚啦 就運動處方圈就對了 對不對 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於某一項的運動 因為可能你的身體某方面的機能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對… 或者是說你這個檢測之後 哪些體事能的項目 是你特別需要強化的 他也會指導你 對 這太重要了 好 我們要有請我們的蔡老師 來幫我們示範教大家 觀眾朋友 現在我們要知己知彼 才能夠百戰百勝 就是說透過我們蔡老師的一個教學 告訴我們了解自己的體事能 然後我們再開一個體事能處方籤 老師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健康體事能大概就有身體 心肺耐力 柔軟度 肌力跟肌耐力 要透過這幾個方式來做測試 這樣才均衡 那這個禁忌體事能就比較適合 可能現在很多人會去健身房 剛剛也有提到 還有你剛剛有說我皮膚痠就是我哪裡不協調 可能做有氧的時候有協調跟平衡很敏捷 瞬間要反應所以造成你心跳速提高 但是我這是肯膩的 是可以透過運動來做一個比較有效的解決 好 那我們就進步來看 一般我們來做體訓的話 大概會有哪幾個步驟呢 幾大項 通常我們會先做身體組成 就是了解你身體的肥胖程度 接著我們會透過熱身 現場有運動的教練會帶著做熱身 之後就來做做之前彎 了解你身體的柔軟度 特別是下背的柔軟度的情形 然後下一個項目就會來做肌力跟肌耐力的部分 特別是你的核心肌群 你要了解一下你核心的肌耐力 上面的表現狀況 那最後會來做三分鐘登階 它主要是像剛剛雅芳在做有氧的時候會喘 那這也是同理得證 那以後我要去做三分鐘登階訓練嗎 對 可以了解一下你的心肺能力的狀況 好 所以要這個大家應該知道怎麼量吧 對不對 應該是女生應該是 應該說老師是不能夠大於到28 但是也不可以小於在18 對 你在這中間範圍才是標準的 才是標準的 不能太晒 你也不能太胖 對 好 那第一步我們再來看看 老師 筋骨軟不軟Q 體就是我們要彎就知道了 這是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按照這樣子來做一個易歸嗎 這是台敏地區過去體育署 有幫各位做了一個很好的對照表 我們稱為長模 那長模這邊我們來看 以23歲的男性來說 你至少要做到28 有28公分 也就是超過你的腳尖3公分的地方 你才能稱為一般的人 那如果要達到很好的話 最好是39能夠接近40 也超過你的腳尖至少要有15公分 好 所以觀眾朋友你要特別把這個數字記起來 因為跟我們等一下在測試過程很有幫助的 就如果是年輕人 你最好是到39 所以剛剛老師一開始的時候 我把它拿一下 老師 這個叫什麼量表 這叫坐姿體前彎測量器 坐姿體前彎測量器 所以等一下我們彎腰是 就透過這個測量器 知道你有軟Q嗎 那如果說是中年的話 普通大概就要彎到21到26 一般來說50歲左右的民眾 大約是在21公分 才算是一般 然後如果要表現得非常好 就是像署長這樣大概就是32公分 署長常常在運動 所以署長給標準 他應該高32就對了 署長有在練器工 所以沒問題 那如果女性朋友 老師可是這個如果真的有鮪魚肚 可能就沒辦法 會卡卡的 就鮪魚肚會讓肚子卡卡的 所以有一些這個妹槓在 那女生呢 女生的話 一般以20歲左右的民眾來說 可以說28公分 是一般進入的一個基礎 那達到40的話就是相當的好 40喔 很軟Q 老師為什麼男生跟女生 在39這是40 兩個不一樣為什麼 因為男性一般來說 他的肌肉質比較大 然後呢他天生在做柔軟性的 運動比較少 所以會導致他在柔軟性的表現上 沒有女生來得好 所以我們女生是比較有彈性 也比較柔軟一點點的 的確是 有時候男生比較頂空空 對 肌肉比較大 所以我們現在是有請 我們華裔老師幫我們來做示範 華裔老師是我們現在原治大學的 兼任體育老師 然後他是優雅老師 華裔老師請 那就請老師也帶著我們華裔老師 來做一下這個示範 現在要測大概應該是前彎嘛 對不對 軟Q的程度是如何呢 測試前首先要先拖鞋坐下 然後雙腳打開左右各15公分的地方 然後坐好之後呢 雙手在胸前中止交疊 然後緩慢向前延伸 吐氣的時候 那一般民眾在測試的時候 可以先試做一次 然後正式的測試兩次 好 那現在華裔已經測試完了 我們接下來請他正式的測試兩次 好 華裔請 所以要測試兩次 對 45 好 這是45 那各位還記得嗎 剛才說幾公分是非常好 40 老師可是要先看一下年齡對不對 對 所以華裔是23到25 所以他40 哇 他這是非常好耶 對 好 對不對 因為40以上了嘛 對不對 這是老師 然後再測試第二次的時候 我們取他的最好的成績 來做測試 好 好 那第二次請開始 對 它非常穩定 都是在45公分 好 謝謝懷孕 所以一般民眾呢 歡迎你參加檢測上的檢測 那你就可以了解自己 身體的軟Q程度 那剛剛那個 雅芳有提到 他要來測一下 那因為他今天呢 穿的是短裙 那我可以試試看好了 來 就是要看我 可是這會透露出我的年齡 那我大概是落在這一個地方好了 好 沒問題 好 我就直接做這樣 對對對 好 做一下 分腿跟腳跟要在這邊 腳跟要在這邊 好 兩側 慘了 我真的彎不下去 好 那我們先請雅芳 試做一次 放輕鬆 中指交疊 放輕鬆 緩慢吐氣向前 對 下不行了 對 再靠近你的地方 對 輕輕的 壓那個 我壓不下去了 等一下 不行 這很糗耶 這是試做對不對 好 我們再一次 沒關係 為了節目那個 我豁出去了 來 再一次 好 來 開始吧 越放鬆 越好 越放鬆 越好 越放鬆才可以前身 好 記得要從寬股這邊 開始放鬆一點 來 好 老師請說好 雙手中指交疊 對 放輕鬆 吐氣 緩慢 向前延伸 要摸到這個測量板 對 慢慢往下就可以了 到15 對 養方放輕鬆 老師拉我一把吧 還不錯 再23 離我們的腳尖 老師不是25喔 我覺得好像拔到25 25請到那個 對 台大體育館來做運動 好 觀眾朋友你千萬不要笑 如果你來做的話 搞不好你們可能知道 20而已 好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有講 其實你只要動 永遠不嫌晚 知道自己的一個狀況 雅方你已經進到這個 有待加強 千年要來做運動了 其實我這還要按摩一些些 我一定要去老師那裡報道 所以我們剛剛講 肢體肢筆才可以百戰百勝 這時候還可以做一些比較預防 而且是要讓自己下半輩子過得更健康 所以這個體肢能一定要上來 對不對 一定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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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軟Q 接下來還要再測一個是仰臥起座 對 它叫做我們的腹部的肌力肌耐力 用腹部來代表全身的肌力肌耐力 所以測試的時候先做好之後 這個輔助測試者要幫他固定好他的腳踝 然後我們小學的時候就開始做仰臥起座 對 好 然後雙手交疊在肩上起來的時候要吐氣 那時間是一分鐘 那我們請懷育老師示範幾個正確 好 測量的時候手肘要碰觸到膝關節的前側 那這樣他才能夠達成一次 所以在一分鐘當中 你可以盡其所能的來測試一下 好 那我們再做一次 懷育示範得相當好 好聽 然後一般民眾 如果是二十歲左右 建議你至少測試的能力要三十下 對 像講話至少要有二十下 可是有沒有時間限制呢 一分鐘 不過觀眾朋友 我跟大家報告 跟老師報告 我這要自動放棄 因為我從小到現在 我就是爬不起來那一個 真的 我真的是爬不起來 而且老師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做事 不是腳都是會打平嗎 還是可以彎起來的 打平的話會傷到你的下背 比較容易受傷 所以肥育署非常貼心的 已經請了很多專家 把它做了一個改變 就是屈膝90度 來做腹肌吸力吸耐力 老師請站立 好 那謝謝華玉老師 幫我們來做一下示範 老師 我們高年輕就是本錢 是不是 不過老師他真的是有練過 對 他是非常專業 我記得小時候 我們在國小的時候 好像腳都是打平 所以我們那時候要上來 是比較吃力的 比較困難 而且會訓練到大腿 如果是那樣子 是訓練到大腿 訓練到 不是側到腹肌 不是側到腹肌 但是不管是平躺 或者是屈膝 我正在學老師那幫 因為我也做不到 但是呢 待會回來之後 有一件事情 我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好 我們先賣關子 我們的鋪滿要出籠囉 夏天呢 盛產另一個水果 就是火龍果 那黃果有白色跟紅色 那大家知道現在呢 就是說如果含黃金素 越高的話 它抗氧化 抗老化 這都是非常的棒 所以呢 我最喜歡的當然 就是這個紅色的 而且它還可以當天然的色素 那大家都認為火龍果 是不是很良吃的會通便 那其實火龍果不是 它是性肝胃平 而且呢 它不但只有高纖維 而且呢 多種維生素之外 它含豐富的這個蛋白質 所以呢 我們 而且是低熱量喔 非常適合於瘦身 那特別呢 是對於預防這個大腸癌 我們知道癌症現在是第一位 所以呢 它對於這個通便 可以把糞便 就是說我們腸胃道裡面的毒素 我們可以排除出去 而且這紅色呢 多時呢 還可以補血喔 可以通便 可以解毒 可以排毒 可以預防大腸癌 可以解毒 可以解毒 可以解毒